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要看的是招标控制架 看招标控制架 那么招标控制架是什么概念呢 我们说招标控制架当然是招标人来编制 根据各种依据和文件来去编制 而且招标控制架是招标工程项目限定的最高工程造架 是对招标工程项目限定的最高工程造架 也可以称为是最高投标限架 对吧 所以它是对招标工程项目的建安工程费限定的最高工程造架 但是我们的总概算呢 总概算里面的这个造架是不是限定的是我们总体的投资 对吧 是总投资的最高标准 所以这一点大家要清楚 这一句话是调整的 是对招标工程项目限定的最高工程造架 也可以称为最高投标限架 这句话要知道很有可能会考到你 好 那这里面呢我要给大家一个不等式 其实我们学了这么多的数 其实你可以看到什么呢 我们的概算一定会大于或者等于我们的控制价 对吧 因为概算是备案的 而且呢 它是总投资的最高限额了 所以你不能再超过它 控制价呢 大于等于投标的报价 而报价呢 还要大于等于成本 对不对 是不是这个逻辑 好 如果反过来 成本大于报价 我们说这个时候会怎么样 是不是就相当于你是低于成本报价 低于成本报价 我们说这个时候要废标 对吧 要予以拒绝才可以 那如果是报价高于控制价 也就是我超过控制价报价了 但是我的控制价呢 本来就是最高的投标限价 所以这个时候也要被拒绝 然后如果控制价高于概算呢 这个时候我们就得重新审批 只不过谁去跑这重审的环节啊 我们说是由招标人来跑 所以这些小的细节 都是我们这两节最喜欢考的东西 就是一句话可能就一个字不对 那你要把这些细节一定要理解头 你说我就没看到那个投标人 就有一年他就是这样 说投标人去负责这些重审的事 比如说我就没看到那投标人 其实你不是没看到 你是真没理解到 对吧 你想概算这事 投标人能插得上手吗 你是什么身份 对吧 还不一定你跟这项目有关系呢 你怎么能去做重审 所以大家想明白了 你马上就对这种事情会比较敏感 你没想明白 当然你就会有问题 好 那这个不等事 大家一定要把它给捋清楚啊 概算大于等于控制价 控制价大于等于报价 报价大于等于成本 有了这个以后 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 招标控制价编制的原则 这也是比较喜欢考的东西 我们说国有资金投资的建设工程招标 招标人必须要编制招标控制价啊 那非国有呢 叫已有 是不是国有非国有都必须有 不是啊 所以大家一定注意 非国有叫已有 好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招标控制价超过批准的概算的时候 招标人应该 你看是招标人将其原概算 要报审批单位 审批对不对 把这个概算 报给原概算的审批单位进行审批 所以要重审嘛 对吧 是谁 招标人 第三 投标人的投标报价 如果高于控制价 是不是这个不等事 高于控制价我们要怎么办 要拒绝对吧 好 然后 招标控制价应该有 有编制能力的招标人 或者委托 咨询人去编制 只不过这时候呢 我们的咨询人不能够同时接受 双方又是接受招标人 又是接受投标人的委托 这个不可以 因为什么 因为这种就像 相当于吃了原告吃被告 对吧 这个绝对不可以的 还有呢 就是 招标控制价应该在招标文件当中公布 不应该上调或者下符 就我们不能够保密 这跟什么比呢 跟标底比 标底是保密的 对吧 标底是保密的 而我的招标控制价呢 反而还应该是要报给主管部门 要被查的 所以他不需要保密 好 这一点大家要注意 而且不应上调或者下符 不得变动 不得变动 好 接下来我们说另外一个比较重要的问题 招标控制价和投标报价的依据 本来这两个呢 在教材是两个不同的地方 因为后面还有一个投标报价 但是呢 我为了让大家理解的更透彻 我们把这两个东西呢 放到一块来对比来看 因为有一年就考了他们俩的对比 那我们说 招标控制价和投标报价的依据 其实你不不论怎么样 你其实都是以人才机作为核心 人才机都是工程量 乘以消耗量 乘以单价 对吧 都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好 这个过程里面我们说 其实你的所有的依据 是不是就是有的是定量的依据 有的是定消耗量的依据 有的是定单价的依据 只不过对于我们的投标人和招标人而言 是不是定的依据不一样 比方说 在定这个消耗量的时候 我们的这个招标人 是不是用的是统一的 这样一个消耗量的定额呀 而我投标人呢 是用的是企业定额呀 对吧 这就不一样了呀 对不对 但是也有一些东西是一样的 比如说都要有清单计价规范 都要有相应的这个计价办法 然后都要有设计文件 对吧 都要有我们的工程量清单 是不是都要有我们相关的技术规范 对吧 这些东西都有 但是什么不一样呢 我们在价格上面 如果是招标人 基本上就按照主管部门的信息 如果没有再参照市场价格 但是投标人呢 就不一样 那我们看投标人啊 那这些东西都是一样的 这些东西基本上都是一样的 还有 但是他会有一个答疑纪要 为什么 因为招标人是在我开启招标之后 会给到一个答疑的情况 对吧 给补充答疑纪要 但是招标人自己需不需要 招标人自己对这门清 不需要答疑纪要 然后呢 我们是 还有什么 我们你看他的价格 投标人的价格 是不是以市场信息为主啊 对吧 是以市场信息为主 来得到这样的一个东西 是不是这个也不一样 也不一样 那还有呢 就是他是投标时拟定的 施工组织设计 但是招标人需不需要投标时拟定的 施工组织设计 是不是不需要啊 所以就这几个点有区别 别的点基本上都是一样 对吧 有规范呢 有规则呀 有设计文件呢 有现实状况啊 对吧 然后有这个价格信息啊 都是一样的 但是就这几个东西是不一样啊 还有就这有企业定额 对吧 刚才我们说消耗量是对于投标人来说是用企业定额 但是对招标人是不是就用统一的定额 对吧 你可以对比一下就这几个地方不一样啊 别的东西都是一样的 所以大家明白就虽然都是相同的东西 但是我们的每一个角色他用的内容是不一样的 所以大家在掌握的时候这么去掌握他是不是就很清晰了呀 好 然后我们再看另外一个考点投诉和处理 投诉和处理呢就掌握几个时间就好了 第一就首先你要知道谁投诉 是不是投标人不满所以要投诉啊 对吧 所以投标人不满 因此他可以对控制架呢要做投诉 那像谁呢 当然像主管部门 那我们主要是几个数啊 第一个数 你什么时间之内要投诉 不能无限期的你说我要投诉 所以投诉的时间呢 是如果控制架没有按照规定的进行编制 那可以在公布以后五天之内投诉 所以第一个数五要记住 是控制架公布以后五天要投诉 第二个我们说投诉投诉给谁呢 投诉给相关的部门 而且呢要齐要齐交盖章的对吧 要盖章 然后第三个我的时间呢 是两个工作日 这个时间这两个时间是我的主管部门 接收到以后 我多长时间来审查和复查 两个工作日要审查 十天以内要完成复查 这个考的少一点 因为对主管部门的要求 我们就是考的相对少啊 第八个 就下面一个 就是我什么情况下才要求改呢 是跟原来的就是我的误差 我主管部门算出来的和实际的给到的控制价 误差在大于正负3%的情况下 应该要由招标人改正 有些人说 控制价不是不能调整吗 不能主动调整 但是如果让你改 你敢不敢不改啊 是不能的 必须要改正啊 不能主动调整 当然一定要改正 什么情况下 大于正负3% 520正负3% 好 还有一条 还有一条啊 还有一条我这儿没写 给大家补充一下 就是我们的 如果我改正了 改正之后公布了 那这个时间呢 到我投标的截止日 如果不满15天 这时候必须要延长 因为你重新调整 就意味着我要根据新调整的控制价 来调整我的投标报价 对吧 那你必须得给我15天 没有15天我做不出来 所以要延长到15天 这一点要注意 好 那所以我们这个部分的主要就是这几个问题 第一 控制价的编制原则 第二 它的这个依据啊 控制价和报价的依据 第三呢 就是投诉和处理 5 控制价公布5天之内 要去投诉 2 和10 在主管部门收到以后 两个工作日以内 要去完成这个审查 10天呢 完成复查 对吧 然后正负3% 是我误差大于正负3% 我就要勒令改正 还有一个15 如果是15天 就是如果我再次公布的时间 到我最终的这结果 就是我投标截止的时间 不到15天 我要延长 就这五个数 要掌握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题目 他说关于投标人 投标不按照规范 编制控制价的说法 正确的是 第一个 投标投诉期 是控制价公布以后 16天 对吗 不对 是多少啊 5天内 对吧 第二个 投标人应该向 政府投资管理机构 去投诉 是投资管理机构 投诉吗 我们说是向 当地的主管部门投诉 然后投诉的时候 其交只加盖招标单位 公章的书面投诉书 你想啊 谁投诉 是不是投标人投诉啊 你盖招标单位 招标人 自己给自己盖了章 然后投诉自己吗 当然不行 对不对 然后投诉书呢 要有明确的投诉人的主张 是不是这个应该是有的 对吧 你必须得有相应的 你为什么要投诉 你主张什么 所以正确的按时第 对不对 这个大家可以把这逻辑理清楚 就没什么问题 好 再来一个16年的 关于招标控制架的说法 正确的有 国有资金投资的建设工程招标 必须编制招标控制架 对不对啊 对的啊 然后招标控制架 只能由具有编制能力的招标人 自行编制 可不可以找第三方 完全可以的 谁说非得你自己编 你没这些能力怎么办 国有资金投资的建设工程招标 招标控制架应该控制在已批准的概算以内 是不是啊 在概算当中去做 然后控制架应该在招标文件当中公布 不得变动 对不对 不得变动啊 改正不叫变动 然后投标人的投标报价 高预控制架应该被拒绝 对的 所以A C D E 是不是都是正确的 好 所以大家理解透了 这些题做起来就没什么难度了 对吧 好 对吧